蔡總統上任來把特別預算常態化 年年編列上千億 七年執政下來舉債超過2.9兆 中央累計負債高達5.7兆 一個小英執政負債竟然超過 歷屆總統債務總和 法律明明有規定 戰爭或重大經濟變故 重大災難才能編列特別預算 但小英卻拿4841億跟美國買武器 前瞻建設再砸8400億 通通不合規範 我們一年的中央的公務預算 也才2.7兆左右 也就是說它這個特別預算 已經是超過我們一年的公務預算 特別預算它就可以亂來 我們現在是要戰爭了嗎 為什麼其中有4000多億 是拿來買軍貨 前瞻建設8400億 不但不合規定 縣市分配款更被炮轟有夠扯 高雄前鎮漁港改建 地方原先申請3000萬 結果中央一口氣給了81億 來尾傻眼 這漁港是有沒有香黃金 這簡直是北宜所思 大家知道嗎 80億可以蓋什麼樣子的一個漁港 難道這個是黃金香的嗎 前瞻計畫是不是輪為政治榜裝 彈開綠營執政縣市比一比 高雄分到1265億 而首都台北竟然只拿到184億 預算相差8倍 綠營執政的台南 人口比台中少百萬 但預算竟然比台中多了將近70億 先前鄭文燦執政的桃園 人口遠不及新北400萬人 也拿了七百四十八億 藍尾怒轟民進黨真的把國庫 當你家金庫嗎 林志堅執政 拿了五百億捷運三百億 大車站一百億 球場十二億 執行不了 八千四百億 這扣一扣剩下多少 其他人分一點點 所以這個不是綁裝 什麼才叫綁裝 難道台北市是次等公民嗎 台北市的重要性 只有高雄市的七分之一 八分之一嗎 蔡總統遭質疑違規編列 特別預算 就連唯一比較合規定的防疫紓困 竟然也是拿去買 國際不承認的高端疫苗 百姓心裡在躺血 總統到底有沒有把人民的錢 當作是錢 記者黃毅君 王志願台北採訪報導 我是劉佳 我喜歡與您分享地球大小事 最新時事 國際脈動 財經動態 還有氣象資訊 最接地氣的新聞台 讓你重要消息不露階 聊天的話題也不脫鉤 當然更多新聞 請鎖定中視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還要開啟小鈴鐺喔